我們不久也看到 好幾名青少年在土城少年官戶所外燃放煙火 無焉六色的煙火瞬間在天空綻放 但您看一段當時畫面 你自己放一顆一顆 事發就在10號深夜土城少年官戶所外 當時有三名青少年聚集在官戶所門口 隨後拿起一大盒煙火施放 據了解原來這群青少年 是因為自己的朋友就在官戶所裡面 這天剛好是朋友的生日 因此他們才會在官戶所門口燃放煙火 要替他慶生 只是大喇喇就在官戶所外燃放大量煙火 實在太高調了 影片一PO網馬上引發熱議 雖然這群青少年燃放了大量的煙火 沒有引發其他意外 警方沒貨報也沒接貨檢舉 但事實上這樣亂放煙火的舉動 已經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最高恐怕這樣挨罰15萬元的罰環 谢谢大家